知名東北面食連鎖店 爆出了食安疑慮 有消費者到店裡頭 吃了豬肉餡餅 咬了一口覺得口感不太對勁 才發現裡頭這個豬肉 根本沒有熟 回家之後開始拉肚子 甚至發燒 業者對此回應說 會積極聯繫當事人 並且向出事的分店進行調查 是否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有出現疏漏 酥脆的餡餅也只咬了一口 就覺得口感不太對勁 仔細看裡頭的肉末 豬肉像是沒被煎熟 伸到整塊還是粉嫩色 讓當事人覺得離譜之名 東北面食連鎖店 竟然連肉餡沒熟都不知道 豬肉伸到發亮還敢端上桌 當事人說自己因為急著上班 店家以免單多招待一顆肉餡 就先離開 但是翻家後肚子非常不舒服 還出現發燒症狀 昨天晚上就開始發燒 跟拉肚子 其實痛苦 我們的新聞全身不吵叫 這個品牌是非常比較信任的 但是昨天 吃到這個生的豬肉之後 就完全對這個品牌 失去了這一個希望 實然一律讓當事人 對店家完全失去信心 就連網友看了都覺得扯 留言痛批 就是在吃豬肉刺身包嗎 還是生煎包 對此店家也回應 他們的餡餅都是現點現煎 三個麵必須煎上三分鐘 會去調查清楚 出示店家的製作流程 是否出現疏漏 製作的人員 他在製作的過程中 是不是少了哪一個步驟 怎麼也會確實 我們這樣看招聘看起來就 真的蠻深的 這是不該發生的這個狀況 當然也不是故意要出 就是生的給客人這樣子 我們也很抱歉發生這樣的事情 看有沒有辦法聯絡到客人 進行計查 如查貨衛生缺失事項 將要求限期改善 而應加強人員訓練 近日食安風波連環保 讓仰賴外食的消費者吃得 新驚驚家 綜合報導 既然 52 ara deformation 過 嘘